中石油呢手机的纯粒就是按链上涨了70% 主要是因为期内呢原价原油的平均的实现价格就是录的每桶70美元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的国际的油价是达到就是80元的水平 所以我相信有机会就是第二季呢他们的成立路的那个增长会更大 所以呢后市应该也对于就是油价股会比较有利 另外呢全球的需求已经逐步的增加 所以呢在手机呢中石油的那个产量还有就是销售量也是有增长的空间 我相信如果就是全球的经济也是逐步的好转的话 应该呢对于石油股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有利的因素 如果油价也是持续的维持在每桶80美元以上的水平 我相信中石油的股价应该可以挑战更高的更高的位置